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一摸耳朵 没了金箍棒 立刻就没了心情 只是用个定身法将之定住 他平时将它放在耳朵里 想它变大就变大 想变小就变小 所以叫如意金箍棒 金箍棒对孙悟空不仅是武器 还有其他重要的寓意 比如它的重量为何是13500斤 是因为人一昼夜呼吸次数是这么多 比如为何叫定海神针 不是定东海 而是定孙悟空心海 比如为何放在耳朵里 是因为耳朵是一个人掌握平衡的地方 关于这些话题 蜗牛在往期文章中已经解读过了 那么 孙悟空成为斗战圣伯之后 金箍棒还放在耳朵里吗 绝对不行 因为它是佛义 佛的要求是用思想教化人 而不能动不动就打杀人 他如果随时还放一个金箍棒在耳朵里 那离佛的标准就远了 也不可能坐成佛位 比如紧箍圈就自动消失了 也是这个道理 那么 金箍棒它会放在哪里呢 西天 东海 都不对 在明朝无明是写的后西游记中 唐僧专门有交代 他放回了花果山 话说 唐僧取经成功之后 由于没有详家解说 因此东土人并看不懂 而是按照自己意思去解真经 导致真经成了某些人脸财的工具 唐僧一怒之下 把真经封了 让新的唐王重新组团到西天求真经 既然是组团 那就得按当年的配置 唐僧角色由唐伴杰承担 而孙悟空的角色 则是由花果山石头新布出来的一个小行者承担 这时候出来之后 在老猴子通被猿猴的帮助下 找到了金箍棒 可是却看不动 他只得学老大圣 海外求仙 然而走了一圈 却只看到一个骗子 并没有寻到真实 回到花果山 万分失望之际 进了一个山洞 在山洞中突然捂了道 可以拿得动金箍棒 就这样 孙悟空的金箍棒 交给了新的继承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